台九县苏花公路159.3公里处11号深夜发生了摊坊 造成交通全面的中断 连带影响部分物资输入台东 位在台东市区的两间星巴克门市 12号就陆续贴出公告 糕点以现场贩售为主 预计今天才会从南部路线配送 恢复品项的供应 咖啡厅店门口贴出公告 上头卸着由于货运途中有摊坊路段 今日糕点无法送达 这间是位在台东市区的连锁咖啡店星巴克的门市 原本每天半夜从北部新鲜直送的糕点 因为受到台九县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摊坊的影响 糕点全都卡在路上 无法送进台东 只能正常供应咖啡 至于点心部分 则以现场贩售的品项为主 这个天灾有办法预测的 所以我觉得还OK 就是还算可以理解 好在顾客体谅 业者也紧急调配从南部路线配送到台东 几天起就可以恢复糕点正常供应 而除了星巴克之外 其他依赖苏花公路送入新鲜物资的行业 也都受到了冲击 目前正值盛产的凤梨世家 就必须全部由南回公路运出 再走高速公路北上 至于蔬果输入的部分 台东果菜市场表示 运送路线都是从高雄的方向过来 因此目前并未受到影响 继续沙渣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